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在这个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下半年总会教大会开始之际 向各位表达我的问候之意 我非常感谢我们能生活在一个科技如此发达的时代 让我们能够向全球的教友演讲 总会当局人员和辅助组织领袖站在盐护城圣殿 这个会议中心讲台上 而我们的声音却能透过收音机、电视、卫星传输和网记网络等各种不同的媒介传达给你们 虽然我们是用英文向你们演讲 但是你们会透过92种语言听到这些演讲 自从今年4月召开上次的大会以来 我们已经在犹他州南约旦地区奉献了美丽的犹他州奥克尔山圣殿 而在这个8月份我们也奉献了最新的圣殿 也就是奥克尔山圣殿 还有三月奉献的犹他州卓佩圣殿 在这个奉献典礼之间有一场精彩的文化演出 而这最大的特色就是由青少年参与 节目内容透过了歌曲和舞蹈呈现出犹他州的丰富的传承 总共有14000名青少年参与 我们会继续建造圣殿 希望尽可能让教友不必长途跋涉就能够到圣殿去 在世界各地 83%的教友住在离圣殿300公里以内的地区 我们会继续在世界各地新造新的圣殿 让这个比例不断地提高 目前教会运作中的圣殿有130座 已经宣布或兴建中的圣殿有16座 今天早上 我很高兴另外五座已经取得兴建用地的圣殿 将在未来的几个月和几年中在下列的地点兴建 犹他州、百汉市、智利、康塞普森、巴西、福塔利沙、佛罗里达州、罗德达堡以及日本、扎谎 每年教友在圣殿里代替以示的亲人 执行了千百万个教仪 愿我们都能继续中性地执行这些教仪 为那些无法亲自执行的人代劳 约瑟 F.斯密会长曾经谈到圣殿服务和今生之后的灵的世界 我很喜欢他说的这些话 他说 透过我们为他们做的事 他们将卸下束缚的枷锁 笼罩他们的黑暗也将消失无踪 光将照耀在他们身上 他们将在灵的世界 知道世上的亲人已经为他们完成这项施工 他们会因为你们尽到这些职责 而与你们一同唤醒 弟兄姐妹们 本教会从179年前成立以来 便一直在成长 今后仍将持续地成长 年复一年 传教士努力找出寻求真理的人 让他们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中获得这项真理 本教会的触角更 正深入到世界各个角落 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改变了生命 我们请所有的教友 要跟新教新规信者们做朋友 主动地关心他们 用爱心对待他们 让他们有回到家的感觉 我恳请各位继续运用信心 为目前教会施工受到限制的地区 以及教会未获核准 可以自由地分享福音的地区 而祈祈祷 只要我们运用信心祈祷 奇迹就会发生 弟兄姐妹们 现在我们满心期待地 能够在这两天里聆听到 所要传达给我们的信息 演讲者 在准备这些信息的时候 都寻求了上天的帮助和指引 他们获得了灵感 知道要跟我们分享哪些事情 愿我们在聆听和学习的时候 都能充满主的灵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